他的老公很会流汗衣服很难洗 都要洗两周才有办法 有没有什么洗衣产品介绍 我跟你说 如果他很会流汗 然后呢 其实坦白说 古堡的洗衣服的系列 我个人都非常推 然后我自己使用的是无香 他的洗净力很强 然后再来是 他是任何基本上 所有的衣服材质他都使用 然后无香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如果现在很多人打了疫苗之后 免疫力变得比较低 对很多东西原本不过敏的都过敏了 所以部分的人的过敏症状是 显示在肌肤上面 然后很多人又是呼吸到这里 所以其实对于气味的东西 你一定要更加的谨慎 所以无香的系列是我选择 他就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他也是很多爸爸妈妈会回购的 就是这个无香的系列 因为无香其实是很多妈妈的敲碗才出来的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不喜欢香味 然后很有趣的是 有无香之后 结果有人说这一款太好用了 可不可以有不一样的香味让我们选择 所以呢 其实你们在我们的卖场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不一样的香气 可以让大家有点像是衣物柔软精的概念添加进去 那近期呢古堡会推出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推出 就是针对那一些污渍上面的更有效的清除 他们的已经很厉害了 对 我跟你们说 我拿到那一个样品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清洁用品太厉害了 我不知道你的污渍是不是那种汉字 就是会黄黄的 对我洗都洗不太掉 他还塞过一些黄黄的东西在上面 我用了那一个还没推出的产品之后 太厉害了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粉砖 还有我们的粉砖 我们的粉砖